大乘心事 大乘心事 今晚先上我们有Kent Kent 你好 我想问就是 想问一下 就是成功大哥的意见 关于 就是提早退休这个东西 的想法 是觉得是一件好事 还是一个坏事 那 没有好坏的哦 没有一个确实的答案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我之前 就是比较穷的家庭 然后跟着我自己的步伐 然后走到今天 我现在36岁 然后就是透过 我的 就低支出 然后收入也不错了 就讲说做工也做到一个职位上了 然后 也有投资 然后也有放EPF 就是自己放 然后 就大概还有五年多 就会大概就可以达到我要的 一个 退休的情况 然后 可是问题就是 周围的朋友跟 长辈们都觉得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 如果早退休 因为主要两个原因啊 第一就是 放弃 呃 大好的事业 然后 第二就是 呃 退休过后 就算我有很多东西 做完了过后 他们讲 不到几年 就会很闷 嗯 嗯 所以我想 问一下就是 呃 因为这东西 我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就是从 从小 你知道 就经过一些书本 呃 就是 推荐 然后就是实行这些方法 然后等等的东西 然后就 达到了这边 还差大概五年这样 可是 却 让我有一点 疑惑 就是自己 其实走的路 是不是对的 就是会不会是像他们讲的 就是 事业上可能 放弃要比较大好的 呃 你 你说你看了很多的书 就是那个书就叫你如何提早退休吗 呃 对比如说 有一个书是爸爸的 就是我不懂可以讲整个名字 可以 啊 用爸爸 对 他是教你 呃 financial free 他不是教你提早退休 嗯 对 有两个差别哦 就是说你提早就已经很安稳 有工也没问题 没有工也没有问题 你你接下去不需要为 呃 钱而烦恼 而不是跟你说 那我想问你 那你退休之后 不再做工你要做什么 呃 嗯 其实我的之前的目的就是说 不想要打工 然后 多出那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体验一下生活 然后我有写下来我想要做的东西啦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都有写上一些本书 嗯 很多就是 包括兴趣 家人 还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想吃的东西 就是全部都有写 然后 呃花了几年再写这个东西 嗯 嗯 OK啊那没问题啊 然后就是他们讲重的一点 我觉得第一个点 刚才我讲两个点嘛 第一个点就是 他们说 这些东西做了做到可能你做多一两 就是如果你去完成这些东西都好 一两年三年 就算你去学东西等等 呃 比如说调酒啊 泡茶啊 咖啡啊等等的东西都好 你去学完了 你会觉得生活是很闷 就是命令很慢 哦你要去学调酒 学泡咖啡这样子啦 这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啊 还有很多地方想去想吃的东西也很多 可是就是 我我也不太清楚说 退休过后 尤其是如果到 用那个年份来讲的话 那时候大概是 142岁这样 然后 就是 会不会 那个时间太长到 不懂要做梦 这个可能性是 这个可能性绝对存在了 你没有结婚啊 我结婚了 有一个小孩 剩多一个小孩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有 有两个小孩让你照顾 那就比较忙一点 时间充实一点 哦 OK 呃 没有这个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比如说你学调酒也好 学泡咖啡也好 嗯 呃 慢 快可能几天就学好了 甚至几个星期就学好了 慢不是几个月 总之你一年里面就上学完了 那你退休还有几十年吗 而且你学咖啡 泡咖啡也好 泡什么也好 不是从早到晚 你的学习上课不是8 hours吗 对 可能一个星期去一次去一次这样子 那你回家还有很多的时间 对 嗯 之前呢 我 大 之前有 有 有一个女的拨电话来 两夫妻啊 但是太太讲的 她们就好像你这样子哦 好像你 但是也没有四十多 应该她们大概五十五十多 五十多啊 如果没有记错 就就足够了 然后她们就哦 退休了 她打电话跟我说 我很痛苦 她说朋友呢 在讲 她讲其实我不是 她真的有点痛苦 她们钱已经不是问题了 也没有超级有钱啊 就是说 哎不做工 那些钱 大概 这个耳猫就可以 活到老 没有问题 但是每一天早上她讲 起车要做什么 她讲我 我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有点痛苦 每一天 就是在想要 想东西来做啊 嗯 所以这个问题是 是成立的啦 就是 成立 当然成立了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 我以为你说 我已经把什么什么 行程写的满满 我就以为你 可能把你的生 你接下来的生命的二三十年 已经计划好了 我相信 如果认真做我写的东西 五年 或者是三年 应该可以做完 做完了之后呢 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个 我 你也可以再继续plan你的东西的 OK 我刚刚才有跟那个 那位年轻人讲了嘛 你的专场 其实我还提少了一样事情 人的专场不止一项啊 很多的 当我们一直挖的时候 我们也蛮惊讶 哎 原来人 人类的能力是很多 有时候我们在 天是地利人和的情况下 我们抓了一两个 我们自己的能力 然后有机会发挥 发挥的时候 发挥的不错 我们就OK 保持着这个状态 用我们的强项 那个能力 在社会上打拼 哎 找到不错的回报了 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原有这个强项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发觉另外一个 只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要把它挖出来 然后再把它 创造到很利 这把刀 就需要时间咯 OK 你先明白这个原理先 就是要发觉 另外一些优点 那以前呢 有一位很出名的管理专家 Peter Drucker 听过吗 杜拉克 Peter Drucker 他不在了 他不在了 但是是 世界级的管理大师 他建议我们人 要有第二事业 他所谓的第二事业呢 有两个看法 一 他可以成为我们的 兴趣啊 生活的嗜好 但是他可能也会不经意 以后真的成为你的第二事业 怎么讲呢 比如说 你现在 要退休嘛 可能要 同时也要让自己身体健康 你跑去学Yoga 还是你跑去学气功 嗯 开始就得空嘛 你学学学 其实他可以更早 在你现在做这功的时候 同时在学着 那 可能他有一天 你可以成为 学了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你可能 可以做Yoga老师 这也是七功老师的 OK 还是你喜欢 平时得空就喜欢做一下蛋糕 他所谓的第二事业就是这样子 不要让你的生命值有一样东西 让他有另外一个小的东西 这个小的东西 不经意可能有一天 他可以取代你第一也说不定 或者你退休之后 诶 我还可以做这个 女的有一些喜欢在家 做一些 背一些蛋糕 背一些东西来卖一下 卖一下 还是请朋友吃 吃一下 诶做的很好吃 我也可以卖的 他第二事业 那可他可以做 他也可以不用做 他太很闷的时候 做多一点来卖 或者是我只keep着每一天 只做十盒卖完就算 诶 他也有一些生活在乱着 但是呢 也不要让自己那么忙 那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可以叫Yoga 是叫七功的话 也是每个早上 但是交的时候 你又认识一般朋友嘛 又建立了你自己的生活圈子 但是也是一个早上 诶下午就很多你自己的时间 那起码你就每一天 还是每个星期有几天 有事情做 刚才我讲的 每一个人都有专场 我们来的这个世界 就是应该要用我们的专场 来贡献这个地球跟社会嘛 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使命 小使命 大使命小使命都一样 OK 你刚才讲 你可以重复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Bitter Trucker Bitter 然后D R U C K E R D K E R OK 等一下我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这样 你觉得如果年轻的话 太年轻 然后选择这样的道路 去研发出第二个事业 这一个 可以啊 你还年轻啊 绝对没有问题啊 总的来说就是 当你退休之后呢 你问我 我建议可以不一定要做工 但是你要做一些事情 是持续的 持续 嗯 也就是讲说我应该要先 猜我还没有到达的时候 我应该先发掘这个第二个 潜能在哪里 那以后我才选择 那如果我找不到的话 那可能我就要自己再想办法了 是吗 嗯 可以这么说 你现在应该就要让你自己人生有一些 可能跟你的兴趣有有有有关系的咯 有一些东西是 有些东西是可以真的是建立事业 他的是所谓的事业 他不一定要拿来赚钱的呢 他的意思是说 哎你 这个是所谓的人生第四 第二事业就是让你keep着你的人生 还还可以持续的走 当然如果他可以转成事业更好 变成有一个选择权 我要把它当成继续只是四号 没有问题 我要把它转成去 呃成为事业 呃成为事业 put多一点effort下去 哎 又可以成型 OK 嗯 这样以你的经验呢 你遇到的人应该是多么 我们这些普通人很多倍呢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们能 OK 我给你一点少少的建议 好 我不知道你现在做热工啊 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你的焦点只是放在庄前 养家 哈哈哈哈 还是你做的东西 哎也有一点意义 起码在整个过程当中 嗯 有帮到一些人 还是帮到社会一点东西 那你接下来可能 嗯我可以为这个社会 做些什么贡献一点呢 那个我的工作的第二事业 OK 因为地球现在很需要我们人类为它 地球已经为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东西了 我们从地球拿了很多东西 啊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汽车什么鬼 我们就从地 地球里面挖挖出来 电油全部都从它里面挖出来 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子想一想 嗯 接下来我可能也要做回一些事情 对人类也可以 对地球也可以 因为地球生气了现在 哈哈哈哈 不是生气啦 就是地球在变啦 随着我们 我们的 生活模式它跟着变 OK 这样 在这么多个 嗯 如果我要发掘我的这个第二潜能的话 那你觉得 有什么 方式是比较推荐的 除了Clier and Error 就是 试了才知道 就有没有比如说一些 比较一些test啊 还是等等的 呃 成风大哥你推荐 让 我们 就能让我去拿 之类的 有的 你去做DNA test啊 现在很流行啊 哦 那个 send那个东西去 问外国 然后他跟人家没签 不用啊 现在本地都有啊 本地已经有了 你Google一下就有了 就是 只是 你只是要给他sliver就可以了 口水口水 他就可以test 从你的个性 到你的能力 到你的健康 都可以测出来啊 DNA OK 还有另外一个有一些是印手指印的 big data 你把十字手指印印完 他看你的手指印 然后他分析你的 你的能力 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哦 这些test是准的啦 我个人有体验过蛮准的 DNA test一定准咯 那个 过后你可以 就我可以实行名 你跟我讲那个吗 就是 哪一个 嗯 你去Google一下 应该有吧 现在好几间公司都有了 Local的哦 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 这个很难 Local的啊 Local的 嗯 我试试看咯 有的 有的 你找一找Google一下 你就找得到了 好的 然后你觉得就是讲说 潜伐就是 如果OK 那他第二个conference 就是第二个我的困扰就是 如果现在的事业啦 因为我是在一个国际公司做 一个 一个的经理啊 然后就是讲说 如果是在比较好的前途来讲 嗯 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 不舍得放弃 当然这个工作我也是蛮喜欢 只是 他没有讲到 满分满的 然后你懂啊 就是 主要就是要把时间 自由化 然后让我发觉我更多的 能 那我给你一件建议啦 有些话 不要说的太 太 呃 继续做啊 可能你到那个时候 你可以跟他谈判 跟公司谈判 呃 我想要cut down 一个礼拜只上三天 半 I don't mind 我的 salary也cut 呃 10% 20% 那你就多一点时间 然后你有工作 又或者是你到时候 你换去做freelance 然后把工作量cut一半 赚少一点 还是维持 你现在有15千的话 我不是拿7千 我还是6千 我做少一点 嗯 OK 其实是这样子吗 也 OK我跟你说 有些plan 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把它锁 锁定呢 还是flexible 就是 就是要看那个时候才做 我觉得不一定要说 让自己在那个时间 如果达到了 比如说一定的因而之之外 就选择 而是可能要看 可能未来我能走的 因为毕竟很真的很长吧 我想就是还有多20年 到40年的时间 因为你到了42岁 比如说你financial free了之后 你心里压力就没有了 你要做就做 哎呀不要做就不要做 换过一份工 呃 这个老板 我想跟他谈flexible 那时候的那个working hours 还是怎么样 他不肯就辞职咯 再找一间 如果那间 你对于你自己很有信心的话 觉得外面市场 会要你这个能力的话 那你就开始跟他谈判 我输短我的时间 at the same time 当然你也不要那么过分 我要保持同样的心情 不能嘛 你要cut down 我也可以呃 pro rate我的人工 这样大家就好谈你 因为那个时候钱对你来讲 已经是其次了 你只要keep着你自己 不要老化 哈哈哈哈 然后keep着你自己 对事还可以贡献 还可以做吗 嗯 有道理 哦 这样你就flexible咯 然后你你重要的是 而且你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 哦 明白了 我原来幸亏 我没有完全退完 我现在退一半咯 多出来的时间都太多 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对这个也是 其实也是很令人担心的 就是讲说时间上如果 嗯 就算有了孩子家庭 放进去了过后 然后没有了工作 然后没有了工作 我觉得真的是时间是 孩子大了之后 就不得够踩你了咯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的吗 ok 嗯 好了谢谢 拜拜 谢谢你